最近中国女排正在福建漳州集训 尽管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 取得的成绩并不理想 但是我们的队员并没有特别沮丧 因为接下来中国女排首要的征战目标 是巴黎奥运会 期待集训蓄力在本次奥运会取得佳绩 在这其中 中国女排的一姐朱婷 前段时间已经跟随球队一起前往福建 参与封闭集训 她接下来也会跟随中国女排 征战巴黎奥运会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随着毕业季即将到来 朱婷选择暂时告别中国女排 前往北京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据媒体人透露 最近有女排球迷在福建厦门的机场偶遇朱婷 对方还帮球迷在机票上签了名 据球迷透露 朱婷这一次是从福建厦门 直接飞到北京大兴机场 去北京参加学校的活动 后续从媒体人科普的消息得知 原来朱婷这一次是参加母校北师大的毕业典礼 相信大家还有印象 前段时间 郎平特意赶回来陪伴朱婷参加北师大的毕业答辩 如今到了毕业季 朱婷也迎来毕业的这一天 作为学校非常优秀的毕业代 表 朱婷肯定要赶回去参加毕业典礼 而且极有可能会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发言 这样一来 意味着朱婷这几天要暂时告别中国女排 抽空出席学校的毕业典礼 她的身份也将由一名球员变成一名毕业生 对于很多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 应该都是非常开心的消息 而对于她的恩师郎平而言 也是十分欣慰的消息 事实上 在这几年征战国内外比赛的时候 朱婷一直没有丢下自己的学业 回国之后也会抽空去上学 完成学校和导师教育的任务 这一次能够顺利毕业 完全是朱婷自己努力的结果 难能可贵的是 朱婷在为国争光的同时 还能抽时间学习理论专业知识 将来不管是退役转型 做其他的事情 还是成为中国女排教练组的一员 朱婷无疑都能拥有更好的管理知识 以更加专业的身份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对于中国排团的发展 或者对于其他领域的发展 应该都是大有好处的 在这里要恭喜朱婷 也希望她顺利毕业 在结束毕业典礼之后 期待朱婷赶紧回归中国女排 继续参加集训 今年中国女排 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任务非常重 李盈盈已经明确表态 希望站上领奖台争夺奖牌 所以对于朱婷这些王牌核心来说 希望中国女排能够不负众望 在巴黎奥运会实现夺得奖牌的梦想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朱婷健健康康享受比赛